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叫什么 先介绍一下 墨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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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水的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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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艾伦 艾伦 好 你是做什么 做总驾驶 那差不多 我们有很多这个 业务上的交织 因为我是做金融的 然后 然后 也主要看车 然后自动驾驶 新龙岩 对 新龙岩 然后自动驾驶最近看的也很多 ok 好 这个也不聊太多工作 ok 你是哪里人 我江西的 江西 江西 之前去过一次很辣 对吃的很辣 对 你之前去江西哪里 我去南昌 去出差 对 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很辣 没有其他的印象了 对 江西哪里都吃的很辣 对 是的 是的 感觉他那个有的地方辣度我也不是很能接受 哦 哦 谢谢 谢谢 吃吧 先吃 吃点吧 嗯 嗯 住附近吗 不太远 我在北京基本上就是东东边东三环 不禁活动 啊 对 你们可能稍微远一点 在海淀那边 对 海淀 说话那边很少去 嗯 北京的跨头太大了 是 那你平时经常会来来室内这边玩吗 呃 你说东边吗 啊对 还挺多的其实 我之前住东边 哦 那还好 之前住国贸那边 呃 那你上班这个不是超级远 对 有段时间很远 就通期很麻烦 OK 谢谢 你平时比较喜欢 喜欢做什么 空闲的时候 一般周一到周五都比较忙 没什么好做的 周五晚上 周六晚上 我们跟朋友吃个饭 喝个酒 奔个爹 那 那我们差不多 日常有假期的话 嗯 徒步之类的 哦 这个 新时代年轻人的社交方式 徒步加爬山 嗯 登山 徒步 滑雪 对 哦 滑雪这两年太火了 我今年对滑雪特别上风 嗯 我是前几年就下头了 不再滑了 哦 为什么 摔过了 太危险了 哦 确实 我是 我是开始的比较晚 然后因为之前我一直比较害怕 就是我觉得 确实不太安全 就经常看车祸现场嘛 然后觉得太危险了 但是滑起来之后 我觉得这个只要小心一点 然后这个 多看一下山上山下 我觉得还OK 然后确实那个感觉很很爽 哦 哦 你以前也做金融的吗 呃 我最开始做咨询的 然后 做了大概 两三年 然后出来做金融 对一直做一级市场 那你们平时加班多吗 还挺多的 不要卷而已 你们呢 你们还好吧 你不用做吧 就是不需要做班 然后呢 也没有说你一定要 这个今天几点几点几点下班 但是 呃哪怕你下班的 只要有人找你的话 你也要回 所以我们就是 就非常以防 差不多 我们也24小时 随时stand by 工作几年了 那我想想啊 到现在应该是六年 哦 应该刚刚好六年 对 我是一八年毕业 然后 一八年毕业 九五九六的 对差不多 你能 你猜一猜 经典环节 对 这不是宋命题吗 那我只能猜跟我差不多 九五九六的 为啥呀 我觉得 看起来 还是比较年轻的 聊起来还是比较成熟的 所以说他有一个反差感在 那这样的话 那就只能猜一个折中的 跟我差不多大了 对吗 我八零号 哇真的啊 哇那你这个 太年轻了 真看不出来 好了我再也不说我年轻了 啊 我不配说我年轻了 这个词我再也不提了 看玩笑我九三的 欺负老是人 所以你 已经到了相亲的 这个这个环节了 我也没相亲过 好那还好你家人不会催 三年前会催吧 三年前会催 那为什么现在不催了 你已经把他们成功的说服了 对跟他们有彻夜常聊过 哦 他们初中其实希望我开心快乐嘛 那你如果是过早的 就干涉我的感情生活 然后想让我早点结婚 想要早点找对象的话 这个事情本身就让我不开心 那不开心是你们不愿意看到的 你们愿意给我徒增这么多压力的话 那你们继续催 对你们要是想让我们天天开心的话 你们就不要再说这事了 OK 哦那你父母还是非常非常开明 非常民事理的 对 反正当时就是想的 如果这样子跟他们聊还没有用的话 那我就跟他们说我喜欢女生 哦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他们会 会这个我看哪个更严重一点 对 我也是觉得 我觉得这个现在的父母还是好教育的 我就完全家人没催过 但是我们家 本质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家族 对 然后就是大家相互之间 亲戚之间都比较紧密 然后这个 嗯 也是亲戚们偶尔会和我说一说 因为我是我们这一代的老大 所以说你要打一个好的榜样 对 但是反正我也就听一听就完事了 嗯 嗯 你大学就学金融呢吗 我大学学的是会计 哦对差不多 差不多 对对对对 专业课都差不多 但是现在说实话还是有点后悔 这个还是应该学理工科的 为什么 这个现在不是讲文科很难就业吧 哦 上高中的时候一直想 以后要去考公园 然后但是这个大学的时候去了 这个国企啊 然后这个 反正相关的这样一个一些地方去实习吧 后来觉得生活不太适合我 有点安逸 我本身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所以比如说 一天的工作不是很满 然后比较闲 我就很难受 对 另一方面就是这个 这个想赚钱吧 那这个 这个我觉得选择是千万不能做错的 一旦你是一个想赚钱的人 然后你选择了走体制内的这条路 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对所以就是 那只能就是走体制外 所以毕业之后就去做咨询公司 然后 比较现在做金融 但现在整体也是还是比较迷茫的 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 是的 那你你做这个行业你应该是 理工类的 理科生 对 不像 很有文艺气息吧 好吧 那都说我不像理工科 是 你一直在北京工作吗 对啊一直在北京 哦 怎么样觉得北京 哎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选择北京 当时是没有别的选择 就是因为我家人都在北京 虽然我不是北京人 但是大部分家人都在北京 所以从小就 有一个种子就是说 我要去北京工作 但是呢 虽然也来过北京玩 但是待的时间不长 也没有说北京这城市哪方面吸引我 也没有说这个城市哪方面好或不好 就是觉得我家人在北京我就要去北京 那来了北京这么多年 我觉得工作机会来讲 然后从这个收入的水平上来讲 肯定还是在全国最领先的 但是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第一个确实气候不太好 然后这个比较拥堵 然后压力比较大 然后整个北京的城市的氛围 就是比较压抑的氛围 北京很压抑吗 我觉得北京很压抑 我觉得你们那边应该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有活力的 因为我觉得打床还是年轻人多嘛 一般吧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卷的 现在哪都卷 对 所以现在这个卷到最后 很多人都躺平了嘛 你怎么看躺平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择嘛 这个当一代人 他在这个时代的拐点下 在这个大的这个时代的发展下 那一部分他的上升渠道是固化的 那他没有那么宽广的渠道 又到了这个善我老 下我小的这个阶段 那我觉得这个躺平也是无可厚非的嘛 对吧 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一个社会的发展的 一个必要的历程 刚工作的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 一直觉得说 我要努力我要卷 然后我要加班 我要做什么什么的事 但是我觉得还是整个三年的 让大家的一个心态有了一个变化吧 就是觉得还是要珍惜眼前 然后及时行乐 能感受到美好 赶紧去感受 不要再懂 明天和意外 永远不知道哪先来嘛 对 这几年对我的心态影响还是挺大的 那你刚刚说你家人在北京 你不在北京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我我老家是东北 然后我从小时在东北上学 然后我的直系亲属就是我爸爸妈妈都在东北 但是我其他的就是家里面的比如说叔叔啊 然后爷爷们啊都在北京 你是东北哪里的 我长春人 大家都说长春是东北 这个黑寄寥里面最没存在感的一个长春 对 我觉得确实大家过得很舒服 很安逸 然后很有生活的气息 对我觉得这点很不错 嗯 那你最喜欢中国的哪个城市 呃我最喜欢杭州 杭州 对 这个事情跟你的第一印象有很大关系 我我我印象很清楚的是我 第一次去杭州 刚刚下完雨 然后西湖旁边没有人 我就自己在西湖那个边上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然后就感觉整个人特别的放松 然后就真的是在西湖旁边放空自己 然后当时对整个杭州这个城市的印象就特别好 然后后面的话我基本上一有时间 或者说每年我都会去 对 反正作为一个东北人还是很喜欢有 有水啊这个有湖啊有海啊的地方 我比较喜欢北京的气候 哦真的吗 我感觉很真的很少有人喜欢北京的气候 所以你喜欢比较干一点 对南方太湿润了 虽然在南方可能皮肤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它实在是太湿润太太太闷热了 比较喜欢干爽干燥一点的气候 OK 我倒觉得还好 对我没有觉得这个不能接受或者非常难受 所以你在北京多久了 你也是毕业就来北京了 七八年吧 那你能找到一个这个在还是自己非常喜欢的城市 然后在北京觉得非常好 我倒是只是喜欢北京的公平包容 相对来说自由一点 所以你最近感情生活上一段谈恋爱什么时候 去年二三月去年二三月三月分了吧 一段半年的 半年 半年 OK 所以后来为什么结束了 他出伪了呀 哇 这么惨 更惨的是他跟其他女孩子 他让其他女孩子怀孕了 OK 好吧 说到狗血的 那你当时会有很伤心或者怎么样 还是很理智的出于这件事情就分手就OK了 没有多伤心 一个是只有半年 因为我觉得半年就是一个相互了解的时期 就双方可能还不都不太稳定 所以没关系 第二个是他是个非常热爱自由的人 他现在被孩子被什么什么捆绑住了 我还挺开心的 但是他很崩溃 OK 所以他现在 后来他们结婚了 然后这个孩子已经出生了 孩子应该出生了 结面结婚我不知道 OK 我说了他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人 他不愿意结婚 OK 所以他应该是跟他的另一半达成了某种deal吧 哦这个现在应该还蛮多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对挺好的 嗯 说实话 我也是比较喜欢自由的人 我觉得 确实谈恋爱这件事情 结婚这件事情很舒服人 有孩子更舒服的 对啊所以我挺为他开心的 就是他他太爱自由 他真的很崩溃 因为这件事 你自己选择的道路 你自己选择的路 怪也怪不了我 还好我可能就几天我就走出来了吧 哦那还好 很快 你呢 我的话 首先呢我不是很喜欢谈恋爱 所以我我我基本上 嗯 没有没有正式的谈过恋爱吧 当然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这个比较自由的一些关系 嗯 明白 对我也是一个很爱自由的人 我是觉得 你谈恋爱的时候呢 你其实要做好一个 就是终局这样一个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可能我我我开始这段恋爱了 我就要想着如果未来我们两个结婚了 如果我们两个未来有孩子了 然后我们怎么去处理 对 当然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早啊 但是肯定这个你是要做好准备的 但是我就不想做这个准备 所以那压根就别开始了 然后第二呢就是我是觉得说 你有另外一半去相互陪伴的这样一个过程 可能它应该是一个去更放松的自己 然后让你感到更开心的一个过程 但是一旦当你这个深入的相处下去之后 尤其是后面结婚了 可能很多琐事会伴随着这些事情过来 那这个时候肯定会非常牵扯你的这个这个经历 对 然后这个也是我不想不想要的 当然这个另一方面它也有很多好的方面 就是可能有一个人照顾你 然后双方这个有一个陪伴 然后可能收到收获了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亲情爱情对 但是这个我还是觉得这个风险大于收收益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保持自由比较好 嗯 那你就是跟你 呃date的人他们也是这种想法吗 当然 就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这个还是要大家先达成一句 达成一句 对要不然这个就就不是一个正常的那个 这个对吧 就就就变成渣男了 嗯是的 因为每个人他追求的关系 然后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 还是要这个第一个先明确的 明白 所以你觉得就是从就就就以今天为这个实验 你觉得以后你未来会结婚吗 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事情 人人一直是变化的吧 就是你可能到了某个时候 你遇到一个人真的很想跟他结婚 一夜就结了 但你没有遇到你没有结一直没结那也无所谓 很多人还是这个对婚姻充满了一种恐惧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 然后 所以说很多人给我的反馈是他 不希望自己以后结婚 然后也不希望有人束缚自己 当然可能像你说的 大家的这个想法和状态是会随着时间的这个 这个这个拉潮然后他去改变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很有意思的一个事 就是我跟朋友聊这些事情 事情是还给了我很多启发的 嗯 嗯 在目前来看我觉得婚姻对我的吸引力 倒也没那么大吧 OK 更像一种合作关系吧 哦对啊 如果往理性的说啊 大家无非就是一个这个打伙过日子 你照顾我照顾你的这样一个过程 当然这个婚姻很多时候也也有很多人喜欢往感性说嘛 可能我们是爱情我们是亲情怎么样 对我觉得这个这个相互穿插的对 但是这个可能每个人每个人不要 必要看法我还是比较偏理性的那 那那那那那一挂的 嗯 婚姻刚开始肯定是有爱情有激情的 不然你也没办法进入到这个婚姻体系中去 是到后面慢慢的变成了 变成了亲情变成了亲人 对 那那个那个阶段就很难受了一个漫长的 对吧 只能忠于他他只能忠于你的一个阶段 那个时候你们就要靠各自的一个责任感去维持了 但是按照目前的一个 按照人性来说的话这个特别难 我觉得这个这个是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我一直觉得说这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白头偕老长相守 然后这个这个今生这个一心一意只爱你一个人 我觉得说实话 我觉得对于现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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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 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因为大家都需要新鲜感 我觉得结婚这件事靠的就是冲动 两个人可能在一起了 然后比如说一年的时间 或者说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然后呢就觉得说 哎我们这一年相处下来 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就是就是你的缺点我能忍啊 然后这个我觉得这是底线吧 然后把婚结了 然后当你结婚那一刹那 可能你就多了一份责任 多了一个身份 然后你再有一个孩子 对吧 那你可能身份又多了一个 然后这个时候 其实就靠你的这个责任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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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束了 然后去去去维持这个婚姻 对吧 对